好了 讲什么意思 咱们今天就要讲用购物语言去操作什么 购物语言操作这个MySQL 购物语言操作MySQL 在这个这个播客 你发过去 发到群里面 然后呢用购物语 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去操作MySQL 那前提干什么 首先得用一个第三方的包 很多语言很少会内置这种 比如说跟开源软件的一种连接的这种 这种包 那各位语言里面他提供 他其实是提供的 提供了什么 叫database circle 这个包 这个包呢 他里面没有具体的实现 全部都是一些什么 就是interface 就是接口 就规定了你第三方的包 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查询接口 然后呢 我不管你后面连的是MySQL 还是PG 还是什么Oracle 他这里面都用什么 都从database circle语句 sql这个包里面去调用什么什么 方法就行了 能理解吧 那这里面 你要用到 比如说你要连MySQL 那你要装一个连接MySQL的驱动 啊 装一个驱动 那这个驱动怎么装的 就这个啊 咱们用这个 我也发到圈里面 然后呢 咱们演示一下哈 正好要演示一下我怎么 我用我用这个吧 是吧 这个吧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啥 这个啥 C 来我们在这里面go get go get go get就是干什么用的 啊 获取第三方的包啊 当U呢 是update 就是更新的 获取最新版的 可以吧 就是说你本地有用的 然后再更新 后面这个地方呢你看 一看就知道是从哪里下 从github上去下啊 下这个包 那你现在我们了解了 歌语言里面那个 项目的目录结构 那你知道这个github.com是域名 对吧 托管代码的域名 后面这个是啥啊 这不作者名 这不作者名 一般是作者名是吧 然后后面是什么 是不是项目名吧 来我们回车一下 然后呢 通常啊 通常在国内来说 你这个东西是下不下来的 对吧 因为是被强了嘛 对吧 google公司的产品 嗯 这个居然下了啊 这个居然 然后呢 如果啊 如果有那个什么 有些那个那个 同学是吧 google的是吧 有个google.com 是吧 就是在google那个代码仓库里面去下的话 很多包是下不来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 翻墙也可以是吧 这里面解决勾盖的下载包 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把这个啊 这个环境变量开打开 叫go11111就是1.1 然后module 支持这个 改成啊 然后呢 你可以推荐大家用这个goproxy.com啊 就是我们那个 有群里有叫姓盛的是吧 盛奥菲好像那个大佬啊 他写的一个 一个开运道库啊 他和七牛云 大家知道吧 七牛云那个那个那个商量的 然后把他这个代理挂到了七牛云上面 然后就可能说在国内用他起来 会用比较快啊 就是用这个命令 嗯 设置一下把这个代理设成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 下的会比较快啊 好 这是这个 下载了这个包之后怎么办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就运行成功了啊 如果出现了什么timeout啊 这种一看就是你的 网络环境不太好啊 这种 那我们怎么用他呢 来我们先写一个吧 02 叫circle demo in.go 然后呢 package 叫date base circle 连接 mycircle 是 好了 首先第一步你要下载这个包是吧 我把他这个写的写上啊 下载驱动啊 这个 然后下载了驱动之后是不是要使用啊 怎么使用呢 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database circle这个包啊 就是标准库里面 他是干啥的 有个叫study 勾浪是吧 嗯 package doc 这个 嗯然后我们找一下啊找一下database database database 这个文档里面列的全部都是什么标准库啊标准库啊标准库里面看他有这个 然后你看看这里面 这个标准库提供提供了保证sql或者类sql数据库的泛用 干什么 接口 是吧 你看他这里下面全部都是干什么全部都是些什么就是我这个地方查询的时候啊或者说我连接数据库的时候他应该有哪一些方法啊就是这些全部都列好了 就这些那说你要实现一个支持够远去操作的这种关系数据库的这个驱动那你必须要实现这些方法 能力吧必须要实现这些方法啊那这个驱动是干什么呢来驱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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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吧 我们下载了那个驱动之后呢怎么使用呢使用的话就是干什么呢使用那个在这里面看这个地方 不是要把它导入啊但是导入的时候你看前面加了一个什么 斜线这是干啥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写了import import然后我加这个吧 稍微给引号是吧然后呢回到前面加了一个我正常来说这么导入 import这么导入就是相当于我要在我的程序里面是不是要用到这个满色口 对吧但是我现在用它吗不用啊我干什么呢我把它加一个短期线 大语程序那你导入他有啥用啊 对吧你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咱们之前在讲包的那一概念里面说过是吧 只要你导入了某一个包必定会执行那个包的什么什么init的方法 对吧能理解吧那我们去看看他这个 能看吗 看不了是吧那我们看一下啊在本地的 github是吧github上面找gothqgundriver 是不是这个找到他的mysircle这个包里面 是不是他的bar找找什么找咱们一般是找那个 driver吧 driver应该应该是找这个driver吧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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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init吗 那不是有个init吗 对吧我导入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去动这个包的名字叫什么叫 叫 他可以叫mysircle是吧 嗯 这个没关系是吧 只要有那个init不就行了吗 来看看init你做了什么事情 circle.regester是注册的意思 你看这个sql是谁 来我们看看 来我们看看inport里面 导的谁啊 导了这个database circle database circle是谁啊 是不是内置的bar 内置的bar是谁啊 不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吗 是不是这个bar database circle 它里面是不是有个regester regester找找找 regester regester regester在哪里了 是不是这 regester干什么 注册并命名一个数据库 你看这个前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那个名字 后面是不是具体的那个驱动 就是说我在我任意的代码里面 只要干什么 只要导入了这个bar 导入了这个bar 其实就会执行它的init的方法 那它执行这个init的方法 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会注册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sql是往谁啊 往标准库的那个database sql这个bar里面 是不是注册了一个名字叫mysql的这样一个驱动 这个驱动是什么 就是我他自己写的 能理解吗 不要看这个加了一个短线 他其实就是用了使用了他里面的驱动 但是没有用他bar里面的其他的方法 能理解吧 相当于写成注释 那只只用到了他这个bar里面的什么init这个方法 init 数字化函数 那他至于在这个init函数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像什么 像sql这个bar里面 什么注册了他自己写的一个驱动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我要用的话 其实是用谁啊 是不是用circle 哪个circle 是不是 database 咱们用的是内置的 databac下面的这个叫啥来 叫sql 这个标准库里面的 sql 点我要干什么 非要打开数据库吧 那这里面是有个open open写就行了 来看看他有什么参数 driver name 驱动的名字 你要连什么数据库 是不是要告诉人家 咱们连什么数据库 什么里面my circle my circle 后面是干什么 data source name 就dsn data source name dsn就是什么 就是数据的原的名字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写 是不是要连本机的话 应该就是 127.0.0.1 冒号 3306 是吧 数据库默认的端口是3306 是吧 然后 怎么写的来 用户名密码 是吧 然后at一个什么东西 这dsn 我们信息到前面 dsn dsn就是你这个数据库的连接这些信息 是吧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user 冒号 password 然后 at吧 at 然后一个tcp 然后括号 是吧 tcp就是以tcp的方式连接 这里面是有一个什么ip 冒号 pot端口 然后斜线 是不是库名啊 正常来说 严谨来说应该是这样写的 dsn就是你数据库 数据员的一个名字 第一个就是用户名 你用什么连这个my circle数据库 后面是密码 密码是什么 然后at呢就是什么 在哪台机器上的 对吧 那以什么方式去连接呢 是用tcp的方式去连接 然后这里面是有个ip 有个端口 对吧 后面是跟数据库的名字 那咱们这里面先连一下啊 我在本地连的话 就是my circle-u root -u是指定用户名 是吧 -pin是告诉他用什么密码 密码我们通常是换回车 这是密文的 好了 show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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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database是查看当前这个my circle里面都有哪些数据库 show database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新建一个 create create是创建的意思啊 database创建数据库 然后名字是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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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有吗 有了是吧 就 go test go test go test 名字就行了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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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数据库 database change的 相当于我现在已经用到了什么 用到 就是进入到这个go test数据库里面 查看里面有什么表 叫show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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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什么empty 是吧 empty表示什么 没有数据库 是吧 但是没有啊 那我现在要创建数据库 创建一个数据库怎么办呢 咱们 这里面有个表 是吧 这个表吧 我懒得写了 我给你发到群里面 在这 就直接站一下吧 这样哈 暂停 咱们一行看看 首先create 是不是一个 创建数据库的色语句的关键字 create 就是创建 table是创建表 表的名字是什么 那叫user 那user表 然后后面上面有个括号 括号列出来了 我这个表里面都有哪些字段 首先第一个id 后面是跟什么 是不是这个 这个字段的一些约束信息 对吧 bigint就是它是一个 大整 大整形 是吧 然后呢 就是不能唯空 out to increment 就是自增的 买色口数据会 自动给它 是吧 累加的那种啊 内幕字段呢 就是表示它的一个war chart 是吧 一个可变长的一个 这个差型 就是字符刷类型的吧 可以差型的啊 但是最大长度是20 default是不是有个什么 默认是空啊 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设置成not now 不能为空 可以 age呢 是一个年龄字段是吧 咱们用这个年龄吗 想不就用年龄吧 我来想用password 想不就这个吧 年龄 然后它这个int int类型的 然后default默认是0 可以吧 private key 就告诉他我这个数据库表的这个 主件是吧 主件是它的id这个字段 作为主件 然后最后是一个什么呢 叫inner energy 是吧 引擎是吧 引擎是吧 out to increment 是每次自增是自增1 对吧 default插赛的默认的编码是utf8 然后mb4 对吧 utf8 和utf8 mb4有什么区别啊 就utm utm8mb4 他支持的可能更多一点 是吧 比如说大家现在主 比较流行的emoji emoji表情是吧 就可以存进去的 可以吧 这个啊 我们一回车 一回车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就建好了 嗯 建好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收table 是不是就有一个user表了 那我想看一下这个表的结构 就是desc 就是cribe 描述一下这个表 就是user 对吧 就是这个 你看这里面什么相当于 类似一个表 excel表啊 这上面是字段 字段有id字段 name字段 age字段 每一个类型是什么 它可不可以唯空 它是不是主件 它的默认值是什么 它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约束 对吧 那如果现在想查看一下 建表的更详细的信息 叫什么 show show create table 是吧 create table 然后加一个 这样 user 是吧 user 是这么写吧 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查看详细的创建表 就创建用户这个表的时候 它的一些语句是什么 这个 noquery是什么 是这么写的吧 加了个分号是吧 不用加分号 啊 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把那个你当时创建表的时候 那个语句是不是都拿到了 就拿到了啊 可以 我把这些命令都写上吧 是吧 记上吧 行 待会你们写的时候我跟你记下 好了 创建完了这个样表之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连这个数据库 对吧 连这个数据库 来找到咱们那个代码在这 那我们 dsn是吧 就是dsn 我把它注释一下 咱们现在就搞一个dsn 我要构造一下 来 user是谁啊 什么用户名啊 就root 好吧 root 然后冒号 123456 这个是我的密码啊 我电脑上这个数据库密码 你自己要写自己的 at tcp 别脸我 都改乱了 然后ip就是我们自己的ip就是127 是吧 0.0.1 冒号3306 是吧 然后呢斜线 是吧 斜线咱们就叫go 是下号线test 对吧 啊 没写错吧 我看看 dsn 这不这个user 冒号password attcp 这个 啊 括号外面写test 没错啊 啊 是个数据库写到外面啊 啊 这样 好 就这样写 这里面注意啊 你在my circle里面尽量就 不要去搞那些大小写了 表明啊这种啊 全部都用小写的 全部都用小写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做开发的时候 你们公司是有内部平台的话 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个my circle的数据库 那通常你会提个工单 对吧 或者找你的那个数据组里面 他会给你分一个 分一个的话 他给你这个地方就ip和端口 你就要写你自己的了 好吧 就是写你在公司里面 人家给你配你同事给你分配的那个 这个 写一个ip 然后写一个端口 然后前面的用户名 要写人家给你指定的那个 ok吧 啊 这是我们自己在本地写例子 那就写root啊 很少会让你用自己去用root的啊 很少啊 好了 连接的话就下面这个sql.open sql.open就是调用什么 调用 调用标准库里面的是吧 标准库 中的啊 这个方法 好了open打开 是打开哪个呢 打开my circle数据库 然后如果说你要连oracle呢 写个oracle 你要连那个sqlite 就写个sqlite 这个 前提你要用他的话 前提是你在前面这个地方 注册了 驱动 啊 前提是啊 要注册对应数据库的是吧 驱动啊 对吧 那我们刚才给你看过了 人家这个地方是注册了 my circle 是不是用这个驱动 对吧 你这里面所以说我就直接指定 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后面就写个什么 写上上面我们写这个dsn 这个dsn就是上面这一团字符串 啊 我看看啊 open他返回的什么 是不是一个新人db 新人db这样一个对象 和一个什么error 是吧 那我们看看 呃 这个叫叫叫什么叫db吧 好吧 然后error if error 等于呢 然后就写上一个plf吧 一个提示叫open connect吧 open 嗯 my circle fell 是吧 error 然后加上一个 这里面注意哈 刚才管他妈也说啊 这个open呢 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连数据库 并没有真正的去连数据 他只是干了什么 教验一下 你传的些参数什么 对不对 那么叫吧 教验一下参数 那真正的连接数据库的 db点什么 有个ping啊 ping就是尝试连接一下数据库 尝试连接一下数据库 对吧 他这一步教验的什么 教验 是用用户名密码那些 能不能连着成功 是吧 用名密码是否正确啊 对吧 能理解吧 这一步是在做这个操作的 可以吧 咱们看一下啊 嗯 好了啊 ping完了这 你ping他是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error是吧 得到一个error 写上一个error吧 可以吧 这时候他是连接啊 connect的db 失败了是吧 fled 然后error orror 可以吧 否则咱们就打印一个什么 打印一个 连接数据库 不成功啊 看一下啊 他为什么没有提示啊 他为什么没有提示啊 他有提示啊 那个是在一块里的 不是 不是 在这 他这也注册了一个 这也声明又声明了一下 他为什么没有提示呢今天 怪怪的哈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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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这个fmt没导入是吧 诶 怎么没有提示啊 嗯 import 写错了吗 完了 对啊 你就说这个怪怪的 什么问题 来来来不管不管了是吧 来我们 在中当中打开 go build一下 能不能判我这好啊 是吧 连接数据库成功啊 对吧 好了你们接下来呢 就是下载一下这个库 然后呢 尝试连接一下自己本地的是吧 如果你没有数据库 那就连我这个吧 好吧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ip是多少 200 200 200 12.168.200 是吧 这个啊 应该是让远程连吧 好了 你们你们把那个驱动下一下 然后连接一下 好吧 连接一下